我觉得是几个方面 第一个我们在入驻柳州之后 和当地的一些领头的领军型企业 产生了一些非常非常深度的合作 让我们快速能够了解柳州 快速的对整个西南市场 有一个我们基本的认识 第二个就是我们没有局限 在去做绝对的工业的造型设计 我们把设计辐射到了 整个和创意相关的整个领域 包括我们的服务业 包括我们的农业 也包括我们的工业 所以其实我们来柳州之后 并没有单纯的去做一个简单的工业设计 而是把工业设计的创新理念 应用到了整个创意范围 去服务更广的企业 第三个就是 我觉得我们在服务整个企业的过程中 最开始我们选择的是和龙头去合作 但到今天为止 我们其实也在去服务众多的 广西柳州的小微企业 中小企业 我们希望的是能够通过创意 去帮助他们带来更多的商业价值 第一个就是 首先现在整个国家 甚至全球未来对于产业的发展 都进入到一个变革期 需要产业进行创新 需要产业进行升级 这是一个大的一个国际环境 第二个就是整个国内 我们现在其实进入一个 全新的一个消费人群为主导的一个时代 那这个时代带来的巨大变化就是 去由需求策 去引导这个供给策 必须去进行改革 我们有最好的市场 最好的消费者 最好的人群 所以在这个时候 所有产业都应该用新的视角 新的思维 去重新去做定义和发展和升级 第三个就是 在整个我们国内 广西柳州 是对设计 对创新高度认可 从社会市政府 到我们的各个部门 机构 以及我们的行业 都高度重视这个行业 所以我们在综合之后 我们非常非常能够有幸的和柳州去产生结合 落地柳州 我们也希望能够在这样的大趋势之下 在国内做一个标杆 就是我们的创意设计和区域城市去做结合 并带来巨大价值的这么一个标杆 其实我觉得一个城市 如果能够拥有好的人才 是未来真正的核心竞争力 无论是柳州市政府 还是广西科技大学 能够重视设计 重视创新 其实真的是非常感谢 这种对人才的重视 这代表着未来至少五到十年 这个城市将拥有源源不断的人才 可以留在这个地方 去支持这个地方 去发展这个地方 所以对我们而言 我们一方面是对这个的人才的整个走向 是比较乐观的 另外一个方面 人才在留在城市之后 其实需要的是和产业的去做结合 去真正的走入到产业里边 去和产业去产生新的化学反应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我们已经看到 柳州市委市政府 对工业设计 对创新的大力支持 已经搭好了这个平台 就需要更多的人才 能够到这个舞台上 能够去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去跳自己最优美的这个舞蹈 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而言 我们一方面去看好整个大的环境 另一方面我们也很幸运 能有这样的一个人才的一个观念和政策 对我们进行支持 所以我们一定是 一定是非常支持和欢迎这个人才 能够多来柳州的 洛克可其实我们一直致力于 要做一个全球的一个创新设计公司 我们的核心竞争力一定是以设计为核心的 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设计 一定是和时代发展契合的 就像刚才聊的 我们最早的去做专业的 靠人去做出专业的 有品质的设计服务 到今天我们尝试再用数字 用平台去构建更广泛的设计服务 给到更多的企业 同时我们现在已经孵化出了 未来人工智能的设计能力 通过科技的力量再让设计回馈到整个企业里面去 第四个板块我们虽然现在刚刚开始 但是已经可以看到 我们有大量的和创新设计相关的项目 不管是和区域的园区 还是和产业的结合 还是一些重点科技项目的结合 我们已经开始去做一些具体项目的一些尝试 所以未来洛克可我们认为是一家综合的 有前沿先锋性的 有探索性的一家创新设计公司 对不起 对不起